卢川在办公室里面看起来就是 有点娇若苍 就说我也很想跟你们留下来工作 但我实在骗头痛很难过 我今天早上可能要请假 办公室有这样的人 读者朋友你会怎么看呢 他的这种柔弱的个性 反而在办公室得到了某一种特别的照顾 大家好 我是邢南老总林福毅 各位读者朋友 你喜欢吃美食吗 我想没有人可以抗拒美食的滋味 如果办公室有一位同事呢 手艺非常的好 每天都带各式各样的甜点 下午茶点心 来犒赏大家辛苦的上班心情 你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 如果是我啊 我就会觉得好开心 每天下午都可以有个小确幸 今天我要介绍这一本小说呢 非常的精彩 你看到这书名可能会觉得 这是在介绍一本美食的书吗 还是跟美食有关的文化呢 在读完之后你会发现 这本书所描述的 其实就很像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心里的那种矛盾 还有常常可以看到的 办公室社会化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 而这本小说也是荣获了日本的借穿赏 我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书名叫做 愿能尝到美味料理 看到这本书 小巧雅致 然后简单的一个构图 其实就很像是食物 你会觉得食物的这种单纯跟美味 常常你觉得东西好吃 是来自于内心的这种感动 还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应酬口吻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这本小说里面描述的 就是在一个食品包装设计的公司 里面的办公室的一个小剧场 可是在办公室里面所描述的人 就很像贴近我们日常生活 那故事里面是有三个主要的年轻的职员 男生叫二骨 然后有两个女生 一个叫卢川 卢川就是一个手艺非常好的女生 办公室常有这种女生 看起来觉得有点柔弱 你不经就想要照顾她 然后呢 她也常常会带这个点心 然后让所有办公室的人分享 可是这样的分享 真的处于一种 我来跟大家分享 还是夹带着一点说 好吃人手软呢 会是这样子的一种 小小的办公室上班心机呢 还是她真的只是分享食物的美食 那另外一个女生 相对于卢川的这样的柔弱娇弱 她就是一个非常干练 形式风格 非常有自我主张的女生 她叫做鸭尾 所以在这故事里面 就有这三个人 构成了这一本小说 非常精彩的一个亮点 那一开始就提到了 有一天啊 这个中午时间呢 这个办公室的老大就说 走带你们去吃蕎麦面 那这时候大家都会说 哇好棒要吃蕎麦面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本来带了便当 那你的主管在 邀惑你去吃美食的时候 你该说yes还是no呢 这里面就是一个 微妙的一个转换 那有人明明就有带便当 可是他也不好意思 因为主管说要去吃蕎麦面 而且要开车去吃 然后他们就只好去了 那不想去的人 就有人说 哎怎么不一起去呢 就是上司邀约呢 然后就会有人还附和说 对啊 饭就是要一起吃才香 这样的话你会常听到 你觉得好像吃饭 吃的是一种气氛 在办公室的场域文化 当大家都说 我要点手摇影的时候 你没有点人家 会觉得你是个异类啊 所以呢 在这里头就有类似 这样小小的办公室的 这种情节 那故事就提到了 在地里面的男主角 他叫做二谷 二谷呢 一个人呢 在这个东京生活 那他呢 就属于那种形式 非常简单的男生 他觉得吃东西 其实要不是为了维身 干嘛一定人来要吃东西 所以他对于要特别开车 就是乔麦面这件事情 他当然不能认同 所以呢 他就常常是以泡面裹腹 那吃泡面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简单 而且可二谷从不觉得 吃泡面是一件很为难事 他反而很受不了 是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要互相说 哇这好好吃 这菜好好吃 哇这是一个好美的餐厅 其实他是非常讨厌 这件事情的 所以二谷一直觉得 如果人生可以发明 一种营养品 然后吃一颗就可以 不用一天要吃三餐 那多好这件事情 所以二谷就是这样子 可是二谷的同事 已经结婚的疼呢 这个长官呢 他每天呢 都有家里爱妻便当 所以二谷有时候 也会想说 哇好像人生 这样子也不错啦 回到家就有人帮你煮饭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 隔天要吃的饭 好像也蛮好的 他对幸福有这样的憧憬 但是那我还想到说 天哪 如果我要得到 这样每日的爱妻便当 那我的生活可能 也会有很多的变化 我必须要不许称赞 这个食物很好吃 然后把便当吃光 他觉得真的太累了 所以你看二谷这样的个性 是不是很像很多那种 单独的这种年轻人 他觉得我不需要 吃美味的食物 可是他因为对食物的向往呢 他也开始在想 如果我可以交到一个女朋友 柔柔顺顺的 每天帮我准备食物 那不是也很好吗 所以这时候办公室恋情 就开始发展起来的 他的办公室恋情的对象 就是卢川 因为卢川呢 在办公室里面 看起来就是 有点骄若仓 就说啊 我偏头痛 我今天想要早一点回去 啊 我也很想跟你们留下来工作 但我实在骗头痛很难过 我今天早上可能要请假 啊 明天有个公司会议 啊 我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身体实在不舒服 我不舒服 我怕担心 会影响到各位的进度 办公室有这样的人 读者朋友 你会怎么看呢 有些人说 啊好了 他好可怜 我们帮他好了 他的这种柔弱的个性 反而在办公室 得到了某一种特别的照顾 很多时候 他说他偏头痛 必须早回家 说他工作怎么办呢 就要留给其他的同事 就像是鸭尾 这样非常干练的女生 那卢川呢 后来在一次的这个场合当中呢 跟二谷呢 两开聊天 聊天之后 二谷就跟卢川开始约会 他们就开始展开了办公室恋情 卢川呢 就常常到二谷啊 每个礼拜会有一个礼拜 去二谷家帮他做这个料理 那做这个料理的时候 其实二谷呢 在看到卢川做料理 他能帮什么忙 他也帮不了 刚开始热恋的时候 都说我来帮忙 可是二谷也知道 我根本就不想要 花那么多时间在做料理 所以当这卢川在做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情节描述 也是非常有趣的 卢川呢 在做料理的时候 二谷没事干 他只好一直在看手机 或玩游戏 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 那我干脆把声音放出来 好像可以一起参与 所以二谷说 如果在家里 或是在交往期间 好像应该要买个电视 因为电视呢 转了频道之后 你在做菜 我在看电视 你好像也会参与到 可是如果只有我在玩手机 然后你在做菜 我就好像觉得对不起你 所以呢 二谷只好呢 常常看这手机 然后看到什么新闻 就念给卢川听 你看看 在小说里面 有如此细节描述 你不觉得很深刻的 去描述到 一般人的这种家居生活 那这个卢川呢 跟二谷开始交往期间呢 这一个办公室的 另外一个女同事 就是鸭尾 鸭尾其实是心仪着二谷的 他呢也就是常常会找二谷呢 可能下班的时候 他们就是简单去居酒屋 然后去吃饭 那这里面过程还蛮有趣的 二谷常常觉得 就回家吃泡面就好 还要特别去找一个餐厅 实在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 他的这种真实个性 也让鸭尾觉得 二谷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当他今天有点表达 想要跟二谷在一起的 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自己女生说出说 我们要不要 其实就想想交往的时候 二谷就把这个话题岔开了 所以这个女生 非常女性自觉就说 我从此之后 再也不会想要跟二谷在一起 他觉得谈恋爱这种事情 如果我都已经暗示表达 而你却没有表达 这个意思的话 他不想花那个力气 继续跟二谷在这上面有暧昧 可是也并没有影响 他常常下班 有时候就会找二谷 可能去找居酒屋 找找这个关东煮的店 或是咖喱饭 他们会去吃饭 在这过程里面呢 也就会变成二谷呢 他自己明明就交往了如川 可是在遇到鸭尾的时候 他要如何的展现 一个男同事跟两个女同事 之间的关系 不过这本书 并不是一个风花雪月书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不是一男二女的这种 纠缠不清的恋爱 他不是 是反而用两个视角来看 这个办公室 美食 事业 恋爱之间的关系 那在这里头的第二视角 当然就是由鸭尾 他以第一人称的概念 来看这件事情 那你就知道 这三个角色 就造成这个在办公室里面 他们非常微妙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本书 之所以获得日本的借穿赏 是因为我们的作者 他描述的这些情节 跟心理的感受 跟人际之间这种复杂度 都是一种非常细腻的情节 就好像一开始我提到 如果办公室有人拿甜点给你吃 你是应该非常开心吧 那我刚刚提到 因为鲁川常常就是身体不适 或者他在逃避某些工作 那他会觉得要怎么办 来让同事买单呢 所以他就想到 他每一次呢 都可以带不同的甜点 来犒赏同事们的胃 这样的方法 人家会觉得 好像对 你都对我们这么好 然后常拿点心给我们吃 那好像也分担一点事情 也是不为过的 可是身为非常有能力的鸭尾 他完全看不惯这件事情 所以有一次呢 他跟这个二骨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说 二骨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做弄鲁川 这里面呢 也非常非常的有趣 鸭尾为什么要做弄这个鲁川 或者是来恶整他呢 里面有一段对话 我觉得作者的文字 在这个铺成上 是极为细腻的 这是二骨啊 跟这个鸭尾在吃饭的时候 鸭尾他非常大辣辣 就告诉二骨说 我实在不喜欢鲁川 通常在办公室 我们很难会当着同事的面 说你不喜欢谁 尤其还不确定 他是跟你同一正线的时候 可是二骨这时候 听到鸭尾说这句话 他的回答是说 你不喜欢他哪一点呢 因为一般来讲 可能会说 为什么你会 为什么会不喜欢弄鲁川 这两个话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讲 为什么你不喜欢弄鲁川 通常是你站在一个反对意见 你跟他是不同的 可是二骨是说 你不喜欢他哪一点 这时候就好像让鸭尾找到了一个同事的正线联盟 原来你可能也不喜欢鲁川 所以你会问我不喜欢哪一点 所以当这个鸭尾邀约二骨来二诊这个鲁川的时候 二骨该怎么做呢 那二骨真的很喜欢鲁川吗 我刚刚提到鲁川尝到他家住的地方去帮他料理这些美味的食物 可是很奇怪的 二骨每次最期待的就是鲁川睡着了以后 或鲁川离开了以后 他迫不及待的就打开了泡面来吃 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情节 也就是二骨对食物这件事情 他虽然向往着幸福 向往着有人帮他煮东西 可是他内心最喜欢 最享受那种无拘无束 就是豪迈地吃他自己想吃的泡面 在这一本书里面 你会看到小说情节在这个铺城底下 后来办公室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件 鲁川做的点心受到同事们的喜欢 但是某一天办公室的垃圾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让这小说充满着一种悬疑好奇 以及我们对人性之间这种复杂的纠结 产生了一种好奇的共鸣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件呢 而二谷真的很喜欢卢川吗 他还是会接受鸭尾呢 而鸭尾这样的个性在这个办公室 大家都以美味食物为一个共同信念凝聚的号召的时候 鸭尾会跟同事之间的感情有什么样的发展 在这一本愿能尝到美味料理里面 我觉得他将食物的这一种有趣的 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文化也好 感情也好 或者是你个人的主张之间 他有许多挑战了我们传统的认知 没有人会抗拒食物美食的诱惑 这句话听起来是对的 但是也或许不是每个人对美味料理 都是真的想要吃到好吃的美味料理滋味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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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